娱乐圈无人敢黑的四位明星 前三位靠人品 最后一位是真不敢 娱乐圈迄今未止 造就了很多的大嘎 而他们的地位在演艺圈也是非常的牛 娱乐圈是个鱼龙混杂的地方 当中的勾心斗角是我们想不到的 而在其中有四位明星无人敢黑 下面小编来给大家说一下吧 第一位何炯何炯主持人 曾任北京外国语大学阿拉伯语系教师 在外国语大学读书的 他凭借自编自演的小品渗透 在中央电视台的大学生网会上 受到中央电视台有关人士的注意 中央电视台再次改版大风车 主持人为了角色化都要改名 于是何炯将自己的角色电名为毛毛虫 主持情感类谈话节目 爱的证明 以及首届中国电视精英节 既中国电视精英奖颁奖典礼 主持东风卫视全国播出美食信息节目 天下诗神 以及凤凰卫视几个台 播出新形态 综艺电视节目 综艺新势力 何老师是睿智的 他是快乐大本营的核心竞争力 他把握全局 包括和嘉宾互动的度有多大 什么时候互动 什么时候访谈 都要他来把握 在娱乐圈也是出了名的人缘好 为人也聪明 真心对待每个人 所以无人会黑他 第二位 古天乐 古天乐出生于中国香港 中国香港男演员 歌手 因为出色的外形 古天乐开始做广告模特 正是TVB遭遇低潮的时期 古天乐首次涉足影坛 在男儿当入的中出演角色 古天乐出演电视剧《神雕侠侠侣》 凭借剧中饰演的狂放 深情的杨国被广泛关注 古天乐凭借在《创世纪》中出演了世纪大反害张自立 在TVB三三周年台庆中 永夺 我最喜欢电视角色奖 这是TVB史上罕见的由一个反面角色 夺得观众最喜欢的电视角色奖 古天乐凭借杜琪峰 徐克和林领东三大导演共同指导的铁三角 入维嘎那电影节 古天乐每个月都会通过自己的慈善基金 捐钱给那些需要帮助的孩子 已经有几时间中 小学以古天乐名字命名 古天乐行善多年 对于古天乐的慈善大家是有目共睹的 所以对于这位大慈善家 是没有人黑他的 第三位 黄磊 黄磊出生于江西南昌 中国大陆男演员 导演 编剧 歌手 教师六岁十首次出演江西话剧团舞台剧《甜蜜的事业》 在剧中男扮女装饰演孟丽一角 宇周迅 刘若英 伊能静连妹舞演电视剧《人间四月天》 饰演才情杨依的诗人徐志摩 为两岸三地观众熟知 自编自导自演电视剧《夜望歌声》 该剧讲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 话剧演员宋丹平和好友陈天忆 与同若凡之间爱恨情求的故事 搭档陈述主演都市情感剧《我爱男闺蜜》是婚间所资深情感专家 职场女魔头夜山身边的男闺蜜方俊 王磊说 其实在进表演戏之前 他就觉得自己会红 但在他看来这只是过眼烟云 因为一个人会走红 也会走黑 王磊最大的成功就是任职的老师 大半个娱乐圈的人都是他的学生 非常受人尊敬 而他也非常的有学问 第四位 王思聪 王思聪 王健林的独子 北京普斯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 爱记电子竞技俱乐部创始人 万达集团董事 网络红人 王思聪自小被送到国外 从英国归来 王思聪担任了万达集团的董事 但并不负责任何事务 王健林拿出五亿元 让儿子成立了一家 PE基金普斯投资 任由其自己投资链手 手机百度与情人接网 携手王思聪推百度电影 粉丝通过捐款局 王思聪通过手机百度 在线选作看电影 此次活动筹款一百万六千三百一十八元 用于捐赠给中国下一代教育基金会 微有了基金 作为中国内地前首富 王健林之子和万达集团的邵东家 王思聪的微博上去 显有关乎市场和生意的内容 最多的是嬉笑嘲讽 随请发言 王思聪被戏称娱乐圈的纪检伟 也是出了名的赌嘴 谁要是赶黑他 他将会无穷无尽的封杀你 毕竟人家有的是钱娱乐圈 无人赶黑的四位明星 前三位靠人品